老欢迎每日一打 老闺女先站好看 哈喽UP主咨询一下 晚香玉烂根怎么抢救 那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都长毛了 现在我个人给出的建议呢 就是先晾干 晾干以后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多菌龙 泡一泡再晾干 就是用一些杀菌药之类的 先给它杀杀菌 之后呢重新种植一下 像抽宝之前说到 他说用的土有点失种 长青梅菌了 您可以考虑用咱们家的土 老王卖瓜是卖之夸了 不过我们家呢 还是比较可以的 另外呢 如果说自己再种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好的进口泥炭 或者是用一些叶康之类的 它利于发根 它不会有那么多的杂菌 不会那么失种 老欢迎你好啊 喷雪花 叶子发黑干枯 你看我在没看图片之前 花友就说叶子发黑干枯 怎么回事 这那那那的 一般都是水大呀 缺光呀 要么就是肥大呀 你像只要发黑啊 不是水大就是肥大 一般就是俩毛病 说病毒害不怎么爱生 好吧 我看了一下这个抽宝 不排除 不是这个冻伤 啊也不排除是这个水大和肥大 因为你也没有说具体的多少度 这个让我给你排除的话呢 就是水大肥大冻伤 啊缺光你看你这个的话 咱排除来办不缺光 看你这个盆土 也不是水大 那就是有点冻了 要么就是肥大了 那只有这两个点了 对吧 哎下个抽宝 请帮忙看看 这种花怎么了 这种花水大 缺光通风差 而且还得过红蜘蛛 这个抽宝 在养植子花的时候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回啊 就是你如果光照不好的话就不要养植子花了 这个不行的 我妈抽宝 一定要给出光照 下个抽宝说 从下面开始枯萎 叶子摸起来不光滑 都是小颗粒 这是生病了吗 这个是有点缺营养了 抽宝 这是缺乏营养 像大部分的植物在开花的时候呢 它的一个叶片都是显得不那么精神 就像怎么说呢 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孩子 就是跟父母之间 你比方说我娶媳妇那回 我就感觉我爸我妈就一夜之间就老了呢 就是那一段时间 就特别的超老 植物也一个道理 它开花的时候 它也是很超老 该供营养的要供营养 尤其是开花期间有的花肉不让你吃肥 它是开花期间不让吃肥 是有这么个说法 就是用了肥料以后花开的比较快 但是你有想过吗 不用肥料它母体会受损 稍微开的快点就快点吧 你用了肥料它开的多呀 你管那些呢 是吧 所以老花一看看双色茉莉叶子打卷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什么事呢 叫黄花病就营养不良 它这种一般是缺铁猛 铜蛋这些个东西 没铁通心脏 你光整零双二斤甲 你用多了它肯定发卷啊 你就打个比方说 你比方说你很饿 你很饿 你结果你吃了很多的蔬菜 我的天哪 你肚子里边不卷的话吗 不难受吗 没劲啊 吃了呀 对吧 这一个道理 所以说用肥要用对路 好吧 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加强光照 加强光照 然后适当的修剪啊 这个肥料用过来 你就让它缓一缓吧 然后可以用一些个粪肥 稍微埋一埋 拌一拌 像这种情况 实在不行 你就只能换土了 别的没招了 下个臭宝说 小苗长出来的叶子 有黑色的斑点 是细菌还是虫 这是碳举病 这就是水大 缺光通风大 月桔花一定要给出光照 这不是说你在屋里边 随随便便 浇点水就能长的东西 光照给出了 不怎么用你管 好吧 就是得病了 下回臭宝一定要注意了 尤其你用什么 矿泉水瓶之类的养花 它很容易闷根 光照不给伤不行 老花一 小花最专一 其他问题呢 视频要留言 咱们先一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